烏克蘭自走炮一發接著一發 這裡是烏東巴赫姆特戰場 烏軍用西方各國軍員反攻 對付禁逼二軍 但俄軍也攻勢不斷 巴赫姆特就是目前激戰前線 只要被俄羅斯拿下 俄軍就能更輕易地往南方和北方進軍 同時烏克蘭電力供應還是大問題 每次修復的差不多 俄軍就再次發動全國大空襲 而天氣越來越冷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認為 戰勢在冬天不會有重大進展 海恩斯說俄武雙方會在接下來幾個月緊急補給準備 預計明年三月展開大規模公式 但俄羅斯軍備彈藥其實有很大的缺口 不過烏克蘭到時候有望展翔風 TVBS新聞眾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